高雄新倔强向内 轿车开进来倒车冲撞铁门 甚至车子还撞到对面的早餐摊车 一片凌乱 被撞的是一间服饰店 事发在24号凌晨 巨大声响让附近住户都进行 服饰店下午正常营业 店员大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警方追查逮到两名嫌犯 分别18跟20岁 他们公称是服饰店老板 欠了25万元没有还 服饰店老板35岁开了三间店 除了店面被砸隔天 他在人武住家停车场 停放的蓝宝坚尼也遭任砸车 本来以为是同一伙人所为 但警方追查 是服饰店老板聚餐酒后 汉人擦状引发口角 对方不满 找有人到他家楼下砸灰跑车 而当时停在隔壁的白色轿车 车主被波及三天后 居然是接到被附警方打电话通知 被害服饰店老板的蓝宝坚尼 药价约一千三百万 这次被砸维修费约一百万 警方追查车子是租来的 而本来以为砸店跟砸车 是同一起案件 但却各自因为欠债跟酒后口角引起 这名被害老板的身份 也引起大家好奇 三一熊黄大卫古不仙高雄报道 都能够